各位老师以及在座的同学们,大家早上好。 今天我所要演讲的题目是谈交友。 人是不能离情独居的,因此每个人都需要朋友。 俗语说在家靠父母,出外靠朋友,这句话更说明了朋友的重要性。 两朋友一友会使我们向上及向上。 当我们有困难时,他们会助我们一臂之力度过难关。 选友会让我们步入歧途,因为他们只会趋役奉迎那些损了利己的事, 使我们的品行受到影响,其实朋友之间跪在互助于忠诚。 我们应该诚恳地与人为友,并且善加选择一友。 所谓静诸者赤,静默者黑,因此加油时一定要谨慎。 谢谢。